好 我們來現場萬物過動 今天討論馬賽送全球跑透透 選戰開始有點熱度 你覺得有點熱嗎 這段趕快給小隻女孩向前衝 會拿你主角 沈信仁 秦子祈 跟樂樂 哈囉大家好 我是掌聲一般般 生產一般般 激烈一般般 生產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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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一般般的生產一般般 生產一般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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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性感是我耶 真的 我跟你說 我們等一下要去大麥草買 牛奶買 起司買 特克買 提拉米豬 這邊到過星巴克買 拿鐵好不好啊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菜吃了 哇 好豐盛喔 可是最近奶智平在漲價 妳這樣子買不會很貴嗎 不會啊 現在大麥草都在打折了耶 沙很大 有... 我們來個球校的主題 還算學人家 大採購啊 對不起 忘了自我介紹 大家好 這個長相不一般 生產不一般般 智商不一般般 學歷不一般般 表現不一般般 收入不一般般的 請子齊 拜託 你們學人家買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現在東西都很貴嗎 哪有很貴啊 我們買的那牛奶 買起司 買可可 都不貴啊 你們剛剛說你要去買什麼 我忘記了 哼 我要去買牛奶買起司買可可 順便繞過去星巴克買拿鐵 我看你應該是買 米酒茶葉蛋 米酒茶葉蛋 米酒跟茶葉蛋 錢 請子齊 拜託 我知道我們長相一般般 身材一般般 肢身吵一般般 學歷一般般 表現一般 收入一般般 可是為什麼只有米酒跟茶葉蛋呢 拜託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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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信仁 妳不知道現在的民生用品都要漲價嗎 只有米酒茶葉蛋 米酒茶葉蛋跟米酒茶葉蛋 沒有漲價 欸欸欸 上 我們的米酒長下又怎麼樣 我們可以做成是米酒 米酒牛奶啊 米酒可可 米酒起司 還有米酒拿鐵 怎麼樣 欸 欸 欸 你們自從小馬哥上任之後 我們吃這些東西已經吃了三年多了 就是說嘛 我跟你們說像你們這些長下一半半 身材一半半 智商一半半 學歷一半半 表現一半半 瘦弱一半半的小隻女孩 你們就只能買米酒茶葉袋 米酒跟茶葉袋 你要聽 你懂了嗎 欸 今天是怎樣啊 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我們像 我們辛苦的人賺錢付出去 然後我們當然是希望納稅錢 都可以得到回報啊 如果說政府都不知道我們的人間疾苦的話 我們才不會把選票投給他們呢 謝謝 謝謝啊 我希望下次小隻女孩向前衝 可以看到一個主管 史特隆來到現場 那個也不會有 好 我們這個講到這個選戰 到底有沒有熱度 我們看我們的老百姓的歡迎不知道 現在好像都沒有在關心政治 不管你說就說得好 都沒有在信道理 到底要怎麼做 因為你沒有為老百姓的本體出發嘛 到底老百姓想要得到什麼 國東兄講得非常的好 選戰的熱度完全就是在於民怨 因為如果馬總統築政這三年多 他真的有在關心 如果把該胎的房舍通通都拆掉的話 大家就國泰民安的事這意思 加錢不認為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小豬女孩剛剛已經講到的重點 也就是說 人民民生的這些用品 他最基本的需求 他的生活上面需要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不降緩上 包括我們家的這個俗油 我們的汽油 其實在國際的油價都在 慢慢地地減下來的同時 我們台灣既然呢 偷偷地在漲價 還有蘇家泉買的農地 偷偷地在漲價 是不是這意思 是不是 加錢曾經說過 如果邱毅委員真的那麼喜歡 我的農舍 我願意賣給他 看他要不要來買 我上次選舉的時候我是捐出去 你現在賣給人家 你自己要捐 那可以講說是你笨 那加錢不會那麼笨 何必見咧 我們一切都依法行政 那加錢再回來講到這個選舉的熱度 如果今天沒有這麼多的名豔 大家真的都會喜歡在家裡面 看電視或者是看書 上網打屁聊天 出宵夜打麻將懂懂 那麼絕對不會走出來 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所以加錢覺得 這個選舉的熱度 完全是對主政黨 也就是國民黨 完全的不信任 謝謝 好 對啊 熱度表現在日常生活 沒有數據 對不對 數據我最清楚 因為我是主持向選民報告 所有的數據我是很清楚 在2000年的時候 你們也是快到了選舉的時候 才故意說向選民報告 報告這兩個字非常謙卑 有選舉才有報告 有這麼謙卑嗎 我從來沒有執政過 我先什麼都落選 這到底 那時候 我現在直接數據去選民 在2000年的時候 總統大選呢 他的投票率在82% 到2004年的時候呢 到80% 到2008年的時候 76% 那到2012年的時候 預估只有71% 如果說那天再下一點小雨 小雨大家在我臉上 那才從來沒有再下五個百分點 就可以說 加錢希望 你身為一個諸身的媒體人 你講話要有評有記 明明歌詞是小雨 大家在我臉上 不是臉上 謝謝 所以說呢 這非常的冷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這個選舉呢 只要是熱度起來的話 馬英九當時的機率就比較高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馬英九呢 可以拿著他的米酒 煮了一鍋 那個什麼燒酒雞 然後去給你選民 吃完之後 每個人就衝擊出來 整個露了起來 是不是這個意思 謝謝大家 好 選舉這麼好選喔 大家投在選就好了 米酒不是每天都在喝的 但是奶粉呢 然後我們這些瓦斯呢 我們這些汽油呢 每天要加的啦 這種是我們人民 日常生活所需的 這種不去照顧 但是要選什麼 對嗎 來 我們進廣告 好 現在 今天討論選戰的熱度 我們賀輝雲來做一下總結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我剛才你說要這個 還有三種熱 這個是經典的 第一種就是什麼呢 熱鍋的熱 其實呢 像最近這個民進黨 為了這個蘇家權的農地案 已經搞的啦 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啊 大家還在想啊 到底這個護手該不該換啊 你是 是不是像熱鍋上的螞蟻 那第二種呢 叫做什麼熱 叫做登革熱 登革熱呢 現在民進黨呢 我第一怕啦 一個登革熱 這個登革熱就是這個三班教育 有沒有 只要把你一叮就 叮多了你就身體有病毒 你就有電腦症 那登革熱是誰呢 所以民進黨 視為登革熱的病毒是誰呢 就是秋衣 只要能把秋衣給他叮 不要叮咪 你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第三種是最經典的 這種熱有多經典呢 這個熱的 老實講 弄講的我可能比較不會啦 那我直接唱給大家 這三種這種熱叫做 婚收快樂 祝你快樂 你才會找到更好的 婚收快樂 你確定台語有出過唱片嗎 有 我是 這種水瓶不顧人民的生活死活 還敢出唱片 對 還好我是回文啦 你不要擔心 所以說以上這三種熱 你們這樣要講清楚啦 就不會讓我們全民 所有的民生目標 只要大家都民 就是大家開心 你只要快樂的話你就買白雲的唱片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你 是這樣的 謝謝大家 好啦 謝謝 對啦 但是我在這裡覺得 選戰不一定要有熱度啦 你看歐美國家的投票率 這30% 40% 您明白了 好好 關於什麼人動算 但是我們台灣不一樣啦 由選出來都不能替大家做的事 這就是重點 希望大家明天再接受句話 全面做到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好